身為這些選手 拿到好成績是一定需要的 開季的時候其實沒有表現得很好 然後在季末的時候 連續被打出了三次0比2 那時候其實戰隊是蠻低迷的 而且外界其實真的覺得 我們是真的沒有希望 但我們在季後賽 整個時間全部都有在調整 就越變越好 因為我們走了兩個主力戰將 瑟瑟跟楓堂 然後外界評論我們其實希望不太高 可以贏這個春季季候賽 但今年我們有做到 而且今年如果成績又打得很好 可以證明我們其實實力真的很強